他是十级强迫症患者 完成任务不是为了生子 而是绝不允许有未完成的提示 这篇学校的黑社会老大吴凡正在求婚 尹用天却默默地走上前说这个花板不对称 众人还以为这是老大新收的小弟就没管他 可等他起身时吴凡正拿着戒指激动道 请接收我的爱吧女神 尹用天尴尬道 这是给我的 吴凡顿时愤怒地将戒指摔在地上 他们是谁 吴凡连忙向后看着 却发现求婚对象早已不见 顿时冲着小弟骂倒 不是叫你看着吗 人跑了都不提醒我 而尹用天见刚摆好的花被破坏又弯腰摆了起来 无凡顿时忍无可忍 一拳狠狠地砸在他脸上 赶快我好事 给我狠狠地打 等众人解气离去后 尹用天已经躺在血泊之中 此时尹用天只觉得浑身冰了 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就在他以为要死了时 一道系统提示出现在眼前 尹用天瞬间瞪大了眼睛 因为那个是自食歪着 这简直彼此还难受 此时刚被求婚的女人 正带着保镖交集地朝这里看 可等她感到时 却不见尹用天的功夫 地上的血迹也被一场大雨冲掉 地旁的保镖恭敬道 大小姐还是先回去 真出了事明天也会有消息 女人不满道 都说了不要在外面叫我大小姐 此时尹用天正死死地盯着系统页面 因为她发现这东西关不掉 这对于一个要将网页所有弹窗都关掉 才能游览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实际折磨 直到她查看后才发现可以关闭 尹用天疲惫地躺下 终于消失了 不过这到底是什么 之前那么重的伤势不可能是假 真的是因为她恢复了 这时系统再次谈出通知 尹用天无语地点开查看 但却看都没看一眼就又关闭了 但却有一个依依直浮现在她面前 尹用天彻底崩溃了 直接躺在床上心想睡一觉就好 但就算闭上眼睛这个东西 依然会出现在她脑海 两分钟后尹用天知道 不解决掉这东西 她根本睡不掉 尹用天只能将系统召唤出来 这个一便是代表有一个未完成的任务 尹用天只好又点开之前忽视的页面 新手任务达成招式10%精通 看来只有完成这个任务提示才会消失 尹用天当即站了起来 当她挥拳的一瞬间 出拳的力量和角度都在脑海中形成了指令 升级什么的她根本无所谓 但她绝不允许未完成出现眼前 第二天尹用天气喘吁吁的点开戏 发现已经完成了10% 但10%仍不是她这种强迫阵营接受 索性直接网购了一个沙袋 然后对着沙袋开始了不知疲倦的挥拳 转眼三天过去了 沙袋已经被她炼烂了好几个 尹用天早已疲惫不堪 但一想到百分百的任务进度 她就忍不住开心 可等她召唤出页面时却大吃一惊 因为任务进度已经达到了300% 这时门外传来一道焦急的声音 小天你在家吗 你已经好几天没去学校了 尹用天虚弱地打开房门 只见一上雨正气鼓鼓地盯着她 可尹用天已经坚持不住倒在了她的怀里 有气无力地说道 好饿呀 她是十级强迫症患者 完成系统任务不是为了变强 而是不允许有未完成的任务提示 就算饿到三天不吃饭 也要坚持将食物摆放整齐 然后以疾风般的速度叫食物吞噬 打了个饱和后饮用天问道 我该怎么谢谢你 你知道的我不喜欢欠别人东西 人情也不行 薇薇亚看向窗外的娃娃机说道 那就抓个娃娃当谢礼子呢 来到娃娃机面前的饮用天 自带一股高手气质 只见所有娃娃被她有条不纹摆成衣 然后再利用最后一个娃娃将摆好了击落下 但薇薇亚只挑了一个最喜欢的颜色 回去的路上薇薇亚担忧道 听说你是被吴凡打了 还不敢去学院的吗 没有的事别瞎想吧 我明天会去学校的 明天见 薇薇亚看着手中的娃娃 眼神中露出一股杀意 次日 吴凡一群人正有说有笑的聊天 只见薇薇亚走过来说道 我警告你 不要再找小天麻烦 众人先是一愣 然后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吴凡走上前说道 妹子 这话的后果可是很严重 但你要是陪哥几个娃娃这次就原谅你 此时隐用天正在学校厕所查看任务奖励 吴凡几人就骂骂咧咧地打 吴凡一眼就认出了隐用天 几人瞬间就将隐用天围了起来 隐用天突然注意到其中一个男子手中的娃娃 当即问到那个娃娃哪 吴凡冷哼道 老子正想跟你理论这个娃娃 竟然还敢找人来找场 隐用天心头一惊 真的是威威的娃娃 而此时吴凡的拳头已经打了 但在隐用天看来这拳头却慢得出气 当即脚步向后一滑摆起拳掉 吴凡剑打不到人直接招呼众人一起上 但隐用天早已不是三天田那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孩 相反眼前几人对他来说已经不值一点 转眼间几人就被打趴在地上 隐用天还在担心威威亚 却不知道威威亚下手比他更死 当隐用天看到威威亚没事时才松了一口气 将手中的娃娃弟弟也有搞丢 威威亚顿时欣喜到 你在哪找到的 隐用天挥了挥手 好好上课 我先走了 隐用天来到学校体育馆 因为系统又发来了新任务 不管系统的目的是谁 但不把这些进度拉满就彼此还难受 转眼又过去三天 每次在累到脱离后身体都会迅速恢复 他知道这都是系统的功劳 三天的时间也让一些女人对他感到浓厚的兴趣 但也让一些男人不满 认为隐用天只是想引用注目的小丑 只见森氏走过来说道 小子 你这套组合拳不对路 要不我来教你吧 隐用天懒的理会 依旧一拳拳打着沙袋 森氏顿时恼羞成怒道 小子 我要挑战你 隐用天一愣 你是要跟我打架 森氏不懈道 不是打架 是指导 男人拥有严重的强迫症 还意外获得了系统 虽然不知道系统出于什么目的 但不把这些进度条拉满的话 让他彼此都难受 故此隐用天不知疲倦的 在拳馆挥拳三天 反正每次历劫系统 都会帮他瞬间恢复 这也引来一些 爱卖弄的人的挑战 男人名叫森氏 号称一拳能够打死一疯 众人见识森氏的挑战 纷纷过来围观 就连方家大小姐也打过 他很好奇隐用天 帮他解围实受的伤势 怎么好这么快 虽然隐用天不想和他浪费时间 但森氏的拳头已经打不过来 隐用天连忙抬手阁挡 应接一拳后 隐用天任务禁赌猛挡反征之时 隐用天见词顿时改变主意喊道 来啊 干我 森氏却心头大惊 自己全力一拳 如同打在棉花上一样被泄露 就在此时一群人猛地踢开大门说道 这还挺热闹 瞎我一位 来人正式号称镇山虎之称的彪哥 是无凡以一个魔水晶戒指 请来对斐银一天的 森氏陪笑道 彪哥 有什么事跟我说 别为难其他人 你是个什么东西 隐用天在哪 有人出二十万买你的命 众人纷纷朝隐用天探拒 彪哥摩拳擦掌道 看来你就是隐用天了 隐用天丝毫不拒 你应该是校外人员吧 也赶来我们学校要武要威 彪哥为难道 我也不想在学院认识 但地下城的魔水晶谁也抗拒不了 隐用天顿时明白 这是无凡找来的人 可刚还是对手的森氏 却站出来说道 这里是学校 我不会允许你们找学生麻烦 却被彪哥一脚踹飞 接着挥拳继续打去 却被隐用天单手接住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彪哥争灵道 现在知道怕了 说完直接从裤子拔出一根铁 猛地朝隐用天挥拒 隐用天连忙闪身躲开 彪哥见状猛地朝铁棍一拍 铁棍瞬间变成一把长枪 这变戏法的一幕瞬间惊呆了众人 在几十年前世界发生一变 各种魔物出现 而一部分人类也开始觉醒超能力对付魔物 这种人被称为能力者 而彪哥便是其中一个半成体的能力者 一瞬间彪哥的长枪已经刺来 却被侧身躲开 在借机贴身将彪哥长枪打落 然后不断地挥拳砸去 隐用天的任务瞬间飙升 体能和感知力也在不断增加 在任务进度达到三百十猛地将彪哥击飞数 小弟连忙围了上去 正准备一起上市却被彪哥置举 然后朝隐用天问道 你是方家的人 什么方家 我不知道 在下隐用天 彪哥没有继续问下去 在小弟的搀扶下落荒而逃 方泉水对隐用天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走势还吩咐手下重点观察 等隐用天走出拳馆时再次碰到了方泉水 隐同学你好 我叫方泉水 前几天谢谢你的帮忙 可隐用天却满脸惊恐地看着他 男人是个严重的强迫症患者 即使在大街上看到女孩的内衣不对称 也要帮他穿着 但这也少不了被揍 方泉水愤怒道 你居然敢对我动手动脚 要不是看待你帮过我 你今天死定了 但隐用天却人后怕道 以后别再穿成这样 你那是什么表情 我不让你费力你还生气了 然后冷哼道 看在你帮过我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但隐用天却转身道 不要穿成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方泉水顿时被气得不轻 吩咐躲在一旁的手下盯紧隐用天 而此时隐用天又收到 系统练习侧踢的新任务 他也已经习惯了 但他也逐渐发现自己的感知力远抛逃 这或许就是强迫症的真相 这种状态下能让他瞬间学会一套拳 也能让精通度成倍增大 早上五点隐用天已经在练习侧踢 在检查完一切后他会放心出门 但走到电梯前老婆婆却提醒了 小天哪 出门要锁好门 隐用天如遭雷击 即使他百分百确定已经锁过门了 仍然要跑回去检查 好不容易来到学校 又碰到森士带着一群人来门口补他 隐用天还以为是找麻烦 结果下一秒众人纷纷恭敬的 老大 早上好 原来昨天见识过隐用天的强大患 拳管众人一直推崇他当老大 可隐用天看着汗水和口水红黑的众人 头也不回地朝学校跑去 他不仅是个强迫症 还有很严重的洁癖 但却又碰到自称是方家觉醒协会的带领人 特邀请他加入方家练团 隐用天一脸疑惑 什么练习团 男人解释道 自十几年前起的世界一变后 普通人就生活在政府制造的幻境里 加入我们 你就能知道这一切 加入你们有什么好处 男人示意手下将盒子拿给隐用天 打开的一瞬间隐用天便被深深的吸引 那是一排安大小颜色摆放整齐的飞刀 让他有种说不出的舒服 隐用天当即一把抱过盒子 男人问道 那你是同意了 我考虑考虑 然后转身就走 却不知已经踏入一道结界 这时系统提醒宿主做好战斗准备 隐用天一惊 有敌人 可面前只有一个和善的白发老头 这时一道巨大的影子出现在他背后 隐用天猛地转身 只见一条蟒蛇正对他鼓势 老头按下手中的怀柄 考核开始了 下一秒蟒蛇就猛地朝他起来 隐用天慌忙逃窜 却发现周围还有一道B级结界 隐用天健壮猛地向楼上跳去 蟒蛇也紧随其后 再次猛地朝他咬 隐用天连忙借此机会一拳打去 却将自己的手打鲜血淋漓 隐用天转身就跑 没有武器自己根本破不开他的防御 隐用天再次跳下楼抄起飞刀 猛地朝蛇身刺去 却只是剑起一阵火花和一片蛇灵 老头默默注视着一切 毫无章法 力量也不够 怎么就引起那位的观众 隐用天再次被摔在地上 隐用天知道自己必须抓住一个地方进攻 不然根本破不开防御 说完再次刺向刚才的位置 但这也让他被蛇身甩向空中 眼看就要葬身蛇口 却被老头一把抓起 小伙子 看好了 只见无数剑毛网 巨蛇瞬间被整齐地分成数捷 老头自我介绍道 我是方家恋团人士部主任方敦 小伙子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 可引用天此时脑海中 只有刚才那堪称完美的剑 这是一个妖魔肆虐的世界 但普通人却生活在能力者的保护一下 并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影响 而正途也逐渐被能力者取代 方家便是其中的四大家族之一 今天也是方家恋团的招募 男主引用天也参与其中 但他并没有觉醒 而是靠着强迫症事事 都要做到完美的性格 被书家大想起看 果然引用天策出来的资质 只有1%的手术 而这一次的测试 也只有一个人达到地级 引用天看着面前的系统情况 要是把这进度条拉满后 会达到什么等 很快众人换上训练服 来到培训中心 教练缓缓道 今天开始由我来教大家 演示各种武器的用法 每个人的级别都是固定的 相同等级下 谁对武器的运用 更熟练谁才能取手 说完手中的长刀猛的一手 一排竹筒音声而断 但引用天却知道 这一刀不管是力道 还是角度都非常完美 接着教练又演示了数种武器 在引用天心里 同样都是完美意境 心想自己果然来对地方了 接下来的时间 引用天不知疲倦地 在训练网挥刀 根据系统提示 不断调整姿态 但在众人眼里 他终归只是个F级的肺力 随着引用天的不断练习 等级也在不断提升 一周后引用天 已经将教练的招式展示 接下来便是一直 印在他脑海中的脑步 如今众人也已经 前往演练场练习实战 只有引用天还在不停地挥解 而当他将剑的熟练度 也达到百分之百时 更是获得了内力 提高使用者百分之二十的 攻击力和防御力 并有几率蕴含使用者的意志 至此他也准备去实战中 试试自己的实力 可当他走到传送门时 却被拦了下来 因为实战传送门 是D级以上的能力者才能使用 D级以下的只能作为 补充或者后勤生产 但引用天并不服气 他认为自己的实力不止 这时传送门 传来一道焦急的声音 我们急需肉盾行的人 试的人抓紧跟我定居 引用天连忙说到我愿意去 当引用天走进来时 长得像超级兵的boss 正陷入狂暴状态 周围更是不断地刷着小怪 领队增拳剑支援 到了顿时大喜 同样他也注意到了 引用天这个指挥练剑的 他的技能力者 但现在也没时间抱怨 连忙吩咐两人 去吸引网和仇恨 引用天和法师 牵制周围的小怪 曾全见两人不为所动骂倒 笨蛋 你们要攻击他们 没有仇恨值 他们全都跑往这边 文言引用天也拔出了 手中的长剑 小怪的信息也出现在眼前 引用天一个冲刺 手中的长剑 便划过了怪物的身体 但此时的曾全 已经被超级兵异刀斩向了 所幸模拟战场 并不会因此丧命 只是被传送死 众人见此纷纷落荒而逃 此时的引用天 已经将小怪清理干净 抬头时却发现 众人都已经不见了 但Boss头上只剩半截的血淘 让他难受得很 作为一个强迫症患者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 他眼中也爆发出强大的战 他是十级强迫症患者 完成任务不是为了生死 而是绝不允许有未完成的提示 这天学校的黑社会老大吴凡 正在求婚 引用天却默默地走上前 说这个花板不对称 众人还以为这是老大新收的小弟 就没管他 可等他起身时 吴凡正拿着戒指激动到 请接受我的爱吧 引用天干大道 这是给我的 吴凡顿时愤怒地将戒指摔在地上 他们是谁 吴凡连忙向后看着 却发现求婚对象早已不见 顿时冲着小弟骂道 不是叫你看着吗 人跑了都不提醒我 而引用天见刚摆好的花被破坏 又弯腰摆了起来 吴凡顿时忍无可忍 一拳狠狠地砸在他脸上 敢坏我好事 给我狠狠地打 等众人解气离去后 引用天已经躺在血泊之中 此时引用天只觉得浑身冰了 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就在他以为要死了时 一道系统提示出现在眼前 引用天瞬间瞪大了眼睛 因为那个是自食歪着 这简直彼此还难受 他艰难地爬起身 想要僵尸自服症 下一秒无数光球不断涌入他的身体 此时刚被求婚的女人 正带着保镖交集地朝这里等来 可等他感到时却不见引用天的攻击 地上的血迹也被一场大雨冲掉 地旁的保镖攻进到 大小姐还是先回去吧 真出了事明天也会有消息 女人不满道 都说了不要在外面叫我大小姐 此时引用天正死死地盯着系统的夜面 因为他发现这东西关不掉 这对于一个要将网页所有弹窗都关掉 才能游览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实际折磨 直到他查看后才发现可以关闭 引用天疲惫地躺下 终于消失了 不过这到底是什么 之前那么重的伤势不可能是假 真的是因为他恢复的 这时系统再次弹出通知 引用天无语地点开查看 但却看都没看一眼只有关闭了 但却有一个一一直浮现在他面前 引用天彻底崩溃了 直接躺在床上心想睡一觉就好 但就算闭上眼睛这个东西 依然会出现在他脑海 两分钟后引用天知道 不解决掉这东西 他根本睡不着 引用天只能将系统召唤出来 这个一便是代表 有一个未完成的任务 引用天只好又点开之前忽视的页面 新手任务达成招式10%精通 看来只有完成这个任务提示 才会消失 引用天当即站了起来 当他挥拳的一瞬间 忽拳的力量和角度 都在脑海中形成了指令 升级什么的他根本无所谓 但他绝不允许未完成出现眼前 第二天引用天气喘吁吁的点开戏 发现已经完成了10% 但10%仍不是他这种强迫症能接受 索性直接网购了一个沙袋 然后对着沙袋开始了不知疲倦的挥拳 转眼三天过去 沙袋已经被他炼烂了好几个 引用天早已疲惫不堪 但一想到百分百的任务进度 他就忍不住开心 可等他召唤出页面时却大吃一惊 因为任务进度已经达到了3% 最是门外传来一道焦急的声音 小天你在家吗 你已经好几天没去学校了 引用天虚弱地打开房门 只见一上雨正气鼓鼓地盯着他 可引用天已经坚持不住倒在了他的怀里 有气无力地说道 好饿呀 他是十级强迫状患者 完成系统任务不是为了变强 而是不允许有未完全的任务提示 就算饿到三天不吃饭 也要坚持将食物摆放同期 然后以疾风般的速度叫食物吞噬 打了个饱和后引用天问道 我该怎么谢谢你 你知道的我不喜欢欠别人东西 人情也不行 威威亚看上窗外的娃娃机说道 那就抓个娃娃当谢礼子呢 来到娃娃机面前的引用天自带一股高手气 只见所有娃娃被他有条不纹摆成一 然后再利用最后一个娃娃将摆好的击落下 但威威亚只挑了一个最喜欢的人 回去的路上威威亚担忧道 听说你是被吴凡打了还不敢去学院呢 没有的事别瞎想吧 我明天会去学校的 明天见 威威亚看着手中的娃娃 眼神中露出一股杀意 次日 吴凡一群人正有说有笑的聊天 只见威威亚走过来说道 我警告你 不要再找小天麻烦 众人先是一愣 然后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吴凡走上前说道 妹子 这话的后果可是很严重 但你要是陪得几个娃娃这次就原谅你 此时引用天正在学校厕所查看任务奖励 吴凡几人就骂骂咧咧地走 吴凡一眼就认出了引用天 几人瞬间就将引用天围了起来 引用天突然注意到 其中一个男子手中的娃娃 当即问到那个娃娃那边 吴凡冷哼道 老子正想跟你理论这个娃娃 竟然还敢找人来找场子 引用天心头一惊 真的是巍巍的娃娃 而此时吴凡的拳头已经打了 但在引用天看来这拳头却慢得出气 当即脚步向后一划摆起拳架 吴凡见打不到人 直接招呼众人一起上 但引用天早已不是三天前 那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子 相反眼前几人对他来说已经固执一体 转眼间几人就被打趴在地上 引用天还在担心威威亚 却不知道威威亚性手比他更快 当引用天看到威威亚没事时 才松了一口气 将手中的娃娃弟弟 也有搞丢 威威亚顿时欣喜到 你在哪找到的 引用天挥了挥手 好好上课 我先走了 引用天来到学校体育馆 因为系统又发来了新认误 不管系统的目的是谁 但不把这些进度拉满就彼死还难受 转眼又过去三天 每次在累到脱离后 身体都会迅速恢复 他知道这都是系统的功劳 三天的时间也让一些女人 对他感到浓厚的兴趣 但也让一些男人不满 认为引用天只是想引用注目的小丑 只见森氏走过来说道 小子 以这套组合拳不对路 要不我来教你啊 引用天懒得理会 依旧一拳拳打着沙袋 森氏顿时恼羞成怒道 小子 我要挑战你 引用天一愣 你是要跟我打架 森氏不懈道 不是打架 是指导 男人拥有严重的强迫症 还意外获得了系统 虽然不知道系统出于什么目的 但不把这些进度条拉满的话 让他彼此都难受 故此引用天不知疲倦地 在拳管挥拳三天 反正每次历劫系统 都会帮他瞬间恢复 这也引来一些爱卖弄的人的挑战 男人名叫森氏 号称一拳能够打死一公里 众人见识森氏的挑战 纷纷过来围观 就连方家大小姐也打不惯 他很好奇引用天 帮他解为实受的伤势 怎么好这么快 虽然引用天不想和他浪费时间 但森氏的拳头已经打不惯 引用天连忙抬手阁挡 应接一拳后引用天 任务禁堵猛掌百分之时 引用天见此顿时改变主意喊道 哎呀 干我 森氏却心头大惊 自己全力一拳如同打在年花上 一样被泄影 就在此时一群人猛地 踢开大门说道 这还挺热闹 瞎我一杯 来人正式号称 镇山虎之称的彪哥 是吴凡以一个魔水晶戒指 请来对付引用天的 森氏陪笑道 彪哥 有什么事跟我说 别为难其他人 你是个什么东西 引用天在哪 有人出二十万买你的命 众人纷纷朝引用天看去 彪哥摩拳擦掌道 看来你就是引用天了 引用天丝毫不拒 你应该是校外人员吧 也敢来我们学校要武要威 彪哥为难道 我也不想在学院认识 但地下城的魔水晶 谁也抗拒不了 引用天顿时明白 这是吴凡找来的人 可刚还是对手的森氏 却站出来说道 这里是学校 我不会允许你们找学生麻烦 却被彪哥一脚踹飞 接着挥拳继续打去 却被引用天单手接住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彪哥争灵道 现在知道怕了 说完直接从裤子拔出一根铁 猛地朝引用天挥去 引用天连忙闪身躲开 彪哥见状猛地朝铁棍一拍 铁棍瞬间变成一本长枪 这变戏法的一幕瞬间惊呆了众人 在几十年前世界发生一变 是其中一个半成体的能力者 一瞬间彪哥的长枪已经刺来 却被侧身躲开 再借机贴身将彪哥长枪打落 然后不断地挥拳砸去 引用天的任务瞬间飙升 体能和感知力也在不断增加 在任务进度达到三百十猛地 将彪哥击飞数目 小弟连忙围了上去 正准备一起上市却被彪哥置举 然后朝引用天问道 你是方家的人 什么方家 我不知道 在下引用天 彪哥没有继续问下去 在小弟的搀扶下落荒而逃 方泉水对引用天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走势还吩咐手下重点观察 等引用天走出拳馆时 再次碰到了方泉水 引同学你好 我叫方泉水 前几天谢谢你的帮忙 可引用天却满脸惊恐地看着他 男人是个严重的强迫症患者 即使在大街上看到女孩的内衣 不对称你了帮他穿着 但这也少不了被揍 方泉水愤怒道 你居然敢对我动手动脚 要不是看待你帮过我 你今天死定了 看待你帮过我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但引用天却转身道 不要穿成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方泉水顿时被气得不轻 吩咐躲在一旁的手下盯紧引用天 而此时引用天又收到 系统练习侧踢的新任务 他也已经习惯了 但他也逐渐发现 自己的感知力远抛逃 这或许就是强迫症的真相 强迫症越明显 感知力越强 提示速度也就越快 不仅如此 感知力还能让他达到一个完美状态 这种状态下 能让他瞬间学会一套拳 也能让精通度成倍增大 早上五点引用天 已经在练习侧踢 在检查完一切后 他会放心出门 但走到电梯前 老婆婆却提醒了 小天哪 出门要锁好门 引用天如遭雷击 即使他百分百确定 已经锁过门了 仍然要跑回去检查 好不容易来到学校 又碰到森士 带着一群人来门口补他 引用天还以为是找麻烦 结果下一秒 众人纷纷恭敬到 老大 早上好 原来昨天见识过 引用天的强大后 拳管众人一直推崇他当老大 可引用天看着汗水 和口水红黑的众人 头也不回地朝学校跑去 他不仅是个强迫症 还有很严重的洁癖 但却又碰到自称 是方家觉醒协会的带领人 特邀请他加入方家练团 引用天一脸疑惑 什么练习团 男人解释道 自十几年前起的世界一变后 普通人就生活在 政府制造的幻境 加入我们 你就能知道这一切 加入你们有什么好处 男人示意手下将盒子 拿给引用天 打开的一瞬间 引用天便被深深地吸引 那是一排安大小颜色 摆放整齐的飞刀 让他有种说不出的舒服 引用天当机一把抱过盒子 男人问道 那你是同意了 我考虑考虑 然后转身就走 却不知已经踏入一道结界 这时系统提醒宿主 做好战斗准备 引用天一惊 有敌人 可面前只有一个 和善的白发老头 这时一道巨大的影子 出现在他背后 引用天猛地转身 只见一条蟒蛇 正对他鼓的声线 老头按下手中的怀柄 考核开始了 下一秒蟒蛇就猛地朝他袭来 引用天慌忙逃窜 却发现周围还有一道B级结界 引用天见状猛地向楼上跳去 蟒蛇也紧随其后 再次猛地朝他咬开 引用天连忙借此机会一拳打去 却将自己的手打鲜血淋漓 引用天转身就跑 没有武器 自己根本破不开他的防御 引用天再次跳下楼抄起飞刀 猛地朝蛇身刺血 却只是剑起一阵火花和一片蛇灵 老头默默注视着一切 毫无章法 力量也不够 怎么就引起那位的观众 引用天再次被摔在地上 引用天知道自己必须抓住一个地方进攻 固然根本破不开防御 说完再次刺向刚才的位置 但这也让他被蛇身甩向空中 眼看就要葬身蛇口 却被老头一把抓起 小伙伴 看好了 只见无数天网 巨蛇瞬间被整齐地分成数据 老头自我介绍道 我是方家恋团人士部主任方敦 小伙伴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 可引用天此时脑海中 只有刚才那堪称完美的剑 这是一个妖魔肆虐的世界 但普通人却生活在能力者的保护一下 并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意义 而政府也逐渐被能力者取代 方家便是其中的四大家族之一 今天也是方家恋团的招募 男主引用天也参与其中 但他并没有觉醒 而是靠着强迫症事事 都要做到完美的性格 被苏家大想起看 果然引用天策出来的资质 只是最低的 一级以上才会有职业划分 但达到地级以上的能力者 只有1%的手数 而这一次的测试 也只有一个人达到地级 引用天看着面前的系统想法 要是把这进度条拉满后 会达到什么等 很快众人换上训练服 来到培训中心 教练缓缓道 今天开始由我来教大家 演示各种武器的用法 每个人的级别都是固定的 相同等级下 谁对武器的运用 更熟练谁才能取舍 说完手中的长刀猛的一甩 一排竹筒应声而断 但引用天却知道 这一刀不管是力道 还是角度都非常完美 接着教练又演示了数种武器 在引用天心里 同样都是完美意境 心想自己果然来对地方了 接下来的时间 引用天不知疲倦地 在训练网挥刀 根据系统提示不断调整姿态 但在众人眼里 他终归只是个F级的废物 随着引用天的不断练习 等级也不断提升 一周后引用天 已经将教练的招式掌握 接下来便是一直 印在他脑海中的腰 如今众人也已经 前往演练场练习实战 只有引用天还在不停地挥解 而当他将剑的熟练度 也达到百分之百时 更是获得了内力 提高使用者 百分之二十的攻击力和防御力 并有几率蕴含使用者的意志 至此他也准备去实战中 试试自己的实力 可当他走到传送门时 却被拦了抢 因为实战传送门 是地级以上的能力者 才能使用 地级以下的 只能作为补充 或者扣勤生产 但引用天并不服气 他认为自己的实力不止 这时传送门 传来一道焦急的声音 我们急需肉盾行的人 试得人抓紧跟我进去 引用天连忙说到我愿意去 当引用天走进来时 长得像超级兵的boss 正陷入狂暴状态 周围更是不断地刷着想法 领队增拳剑支援 到了顿时大喜 同样他也注意到了 周围的小怪 曾全见两人不为所动骂倒 笨蛋 你们要攻击他们 没有仇恨值 他们全都跑往这边 文言引用天也拔出了手中的长剑 小怪的信息也出现在眼前 引用天一个冲刺 手中的长剑便划过了怪物的身体 但此时的曾全已经被超级兵一刀斩向门 所幸模拟战场并不会因此丧命 只是被传送死 众人见此纷纷落荒而逃 此时的引用天已经将小怪清理干净 抬头时却发现众人都已经不见了 但Boss头上只剩半截的血条 让他难受得很 作为一个强迫症患者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 他眼中也爆发出强大的战 男人作为小队领队 因为狂妄自大导致任务失败 却将责任归结于一个新人身上 更是对着新人拳脚相架 但他们不知道还有一个人没有逃跑 任务也没有结束 引用天看着Boss只剩半截的血条 对于拥有强迫症的 他是万万不能接受 面对引用天的权力一击 Boss更是轻松倒下 但索性Boss防御 虽然高弹攻击性不强 在引用天看来 反而是掌握完美一击的绝佳机会 脑海中瞬间浮现教练的那一棒 手上也不自觉地模仿起来 一刀下去血条瞬间省了一刀 随后是挤得横扫千军 Boss的手臂瞬间被诊断 此时Boss的血条已经见底 随着他猛的一跃 手中的剑也不自觉地模仿起了一批 剑芒划过Boss头顶 血条瞬间轻空 就在引用天以为结束了时 一道巨大的鬼影从Boss体内钻出 直接将他一口吞下 一瞬间无数能量麻痹他的身体 瞬间让他陷入冰死状态 可引用天却发出一阵冷笑 因为获得的内力还有一个触发条件 就是当宿主出于冰死状态 一瞬间一股强大的力量遍布引用天全身 并清除当前负面效果 鬼影顿时惊恐地朝胸口看去 只见引用天一剑将其身体撕开 等他落地时赫然发现还有掉落 是一本技能书 捏碎后可获得幽冥剑士 引用天当即将其一把捏碎 一道光芒瞬间将他包围 可却只有10%的熟练度 引用天顿时难受到 系统这是纯心和我过不去 当引用天走出来后 便看到曾泉正对着队友拳打脚踢 引用天嘲讽他 怪只能怪你太弱了牙拉机 曾泉一愣 你小子说什么 引用天重处到 我说你太弱了废物 曾泉直接朝引用天冲来 我看你是找死 引用天抓住曾泉拳头 手心猛的发力 曾泉顿时流下冷汗 这家伙S级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 然后抬起左手准备挥拳 却被赶来德方泉水喝止 在训练馆剧中斗殴 你们可知道有什么后果 而管理人员连忙陪笑道 大小剑你怎么来了 居然有斗殴事件 你们是怎么管理的 随后看向地上的新人说道 这个人怎么回事 怎么受这么重的伤 管理人员解释道 可能是在地下城练习时被伤到 方泉水吩咐道 阿木去看下监控 心中却怒火中烧 模拟战场怎么会受伤 一个新人教员 竟敢在我面前说下话 等阿木回来说清事情原委后 方泉水顿时怒不渴 曾泉带头行凶 罪不可设 今日起开除恋团 曾泉不敢置信道 您要开除我 管理人员连忙求情道 大小姐 她是新人里天赋最高的 开除她是我们的损失 你还有脸求情 纵容学员打架斗殴 欺上瞒下 即刻起逐出方家 然后吩咐手下将两人拖出去 随后朝隐用天说道 还记得我爸隐用天 隐用天顿时露出惊恐的表情 方泉水还以为她被自己吓到 还只高气昂地问道 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隐用天难受道 你能不能不要穿这么难看 我是真的很难受 方泉水如遭雷击 因为这是她特意换的衣服 却还是被隐用天说难看 方泉水只问道 你说 我究竟哪里穿的难看 隐用天闭着眼说道 不对称 颜色不对称 这时方泉一带着曾泉走过来说道 泉水 新人之间的小打小闹 不至于开除 来人正是方家养子方泉一 因为方家只有方泉水一个毒女 方泉一继续说道 给师兄一个面子 我收他进我的队伍 以后由我来管教他 方泉水不满道 那这件事师兄想如何处理 方泉一大方道 这样吧 你们有谁受他欺负的 都可以过来打他一毒 然后互不向前 但被打者却心虚道 算了吧 我也没多大事 但隐用天却不肯罢休 我来代替他打 方泉一难半倒 可他并没有欺负你啊 为什么要站着让你打 隐用天走过来说道 他可以还手 我们光明正大地打一场 方泉水担心道 他可是地级 你能行吗 隐用天扭过头不敢看他 梁子已经结下了 不如这次打怕了 方泉水气得不轻 你这是什么态度 看着我说话 看着这一幕的方泉一 已经对隐用天产生杀影 谁都知道方泉水 是他内定的未婚妻 路过曾泉石吩咐道 待会下手狠点 但曾泉的剑法 在隐用天看来毫无章法 轻松就能躲过他的攻击 曾泉剑一直打得到他 顿时开启了血脉强化 速度与力量得到极大的增击 但苏起人们毫无压力的躲过 此时隐用天也察觉到 曾泉想置自己于死地 当即不再犹豫用出了幽名剑术 曾泉长剑瞬间被断成数捷 曾泉明白如果不是隐用天流水 断成数捷的将会是他 剑此方泉水说道 大师兄 看来论实力论人品 都应该留隐用天了 方泉一思索道 奇怪 这剑法明明是 击败鬼头将军的奖励 可他一个F级怎么可能做到 除非他隐藏了实力 只见方泉一大笑道 看来是我识人不明 我这就把曾泉剔除队伍 以叫隐用天是吧 看你的实力应该不是F级 要不重新做一次测试 免得埋没了你的能力 隐用天拒绝道 我不需要等级头衔来证明我的实力 方泉水劝道 等级高的话进地下城更方便 我也认为你的实力不止F级 隐用天也意识到 自己等级确实连地下城都去过 便跟着他们进行了更精力的测试 但测的结果仍是F级 方泉一顿时想到 那他就不能打败地级的鬼头将军 随后猛地朝方泉水看去 除非有人故意调低了数据 这小子果然是个威胁 随后说道 隐用天 你想不想参加地下城探索任务 我认为以你能实力已经足够了 方泉水劝指道 不行 太冒险了 但隐用天却答应了下来 因为他发现实战才是提示最快的方式 方泉一大笑道 放心 只是一集地下城 有队友逮捕会出事 却不知方泉一安排的威胁 正是这些所谓的队 一周后某个传送入口 攻略小队早已等不耐烦 嘴里还在不停地暴力 这时方泉一带着隐用天赶来 你们几个干劲失足吗 等这一会就不耐烦了 队长道歉道 抱歉方经理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方泉一没有理会 人我已经给你们带过来 进去后好好关照他 几人连忙称事 但在心里却可吸引 用天的大好精准 干嘛要惹方经理呢 我也是你 我也是你 好 要 不 好 好 好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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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一时间三十八分 渡渡 不可 服一所でもいいけど 下着はいや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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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 不可 不可 你不可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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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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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